平衡法则 我们为这个颜色来进行色彩搭配是怎么样的一种效果 运用平衡法则的这种思路 我们可以为它选择互补色 互补色的效果也有很多种 比如说深浅不同的互补色 比如说纯正一点的红色会使这个绿色的位置有点不那么稳定 但是深色的红色又使这个绿色显得娇嫩 或者是它的明度差不多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使两者都可以显得会彼此映衬得非常的和谐 也可以选择深浅色的这种效果 深浅色也有各种各样的情况 比如说加一点点黄进去 加一点灰进去 是吧 可以做出来各种各样的这种效果 还可以做成冷暖色的这种对比 把这个绿色当成暖色的时候 我们可以给它安排同色系的冷暖 同色系的这个绿色的冷色色的绿色来进行冷暖平衡 也可以使它换一个颜色 换一个冷红 换一个暖红 来达到这种互补关系 既有互补关系又同时出现平衡关系的这样子的色彩平衡状态 还可以从单色的角度上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配一个更暖的绿 配一个冷的绿 配一个更冷的蓝的这样子的一种状况 也可以把它置于一个图案之中 来进行互补的平衡 也就是说在搭配之中可以产生多种组合 而这种多种组合就是搭配实际上有了无数种选择的方案 也就是说不管你遇到的任何一个你觉得难配的颜色 都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像现在的这个作品 就像是在一个颜色之上增加了花色之后产生的一些暗纹 这些处理再与唇色比较就会更加显得漂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